好,大家好,我们接着讲,好吧,现在是,应该是说这个是寒假的最后一讲了,我们讲一下那个资本税 首先呢,看一些基本的事实,当然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关于资本税的话,讨论的话,也跟这个下面关于,关于这个税收的一些基本事实 是,是也直接相关的,这里没有,这里没有很多slide,我这个今天,现在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基本讲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过去几十年,在发达国家,甚至发展国家,发展国家一样 大家都经历个类似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说,对于capital income的税逐年再下降 尤其在美国体现的比较明确,我看一个讲到的例子,比方说这个,这个capital gain 这个是capital gain,对,相对的话,跟其他的税种 要低,而且也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包括在美国的话,对这个capital income这个tax,做即时改革 那么,我们在下面来讲的话,这个里面讲的一个模型的话,就是 理解一下,在这个新古典的增长模型里面 我们应该对资本怎么收税 或者说资本税,什么情况是最优的 这个是基于Chamley,这个比较著名的,还有一个人 做个主要的贡献的话,叫Jod,Kan Jod Kan Jod在1985年吧,应该是1985年 他们两个独立的,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 就是说,在一个新古典的增长模型里面 这个资本税,长期的讲的话,应该等于零 他这个资本税应该等于零,为什么要等于零,这长期为什么要等于零 有很多种解释,就经济解释的话,有很多种 但是的话,他最终的话,结论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就,就以这个简单的模型为例 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这个长期的资本税为什么等于零 但同时的话,这里面的话,就有一个 跟前面讲到的,在那个Luca Stolke的model里面的话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什么 这里面也有一个time inconsistency问题 就时间不一致问题,但这里面time inconsistency 时间不一致,跟前面的话,有一点点区别 这都是我们今天要,最后要,要介绍的 首先看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跟前面的模型 在preference方面,消费者方面的话,是一样的 当然,这里面强调我们这个是deterministic 就是说没有不确定性 OK,没有不确定性 但是这里面讲的这些所有东西的话,都可以比较自然的拓展到 有不确定性 或者刚才同学问的,就是说这个叫预期问题 在这个,然后这个模型跟前面的Luca Stolke的模型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这里面的伸展函数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伸展函数就引入了资本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里面,这里面的伸展函数可能是这个典型的形式 就是KTAlpha,LT1-Alpha 当然同样这里面是什么,这里LT就等于1-XD 或者说LT加XD等于1 就是有一个单位的时间 除此之外 这个都是一样,当然这里面就是说 Tax rate的话,有两个Tax rate 一个是劳动收入,一个是资本收入税 在前面的模型只有Tax rate 然后呢,我们在其他方面做了一个简化 这假设政府的话,只有一期的债券 或者也就是什么的B01,就这种 或者B12,就这种 然后这里面就是说,就是无套利条件 那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的回报 跟资本的回报应该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均衡的一个自然结果 所以大家要不这个 要考虑到这个因素 好,这是这个模型的基本的构架 那么好,同样 我们怎么解这个问题的 还是把这个问题想成什么样的 想成一个消费者和政府之间的一个博弈问题 怎么博弈呢?消费者他观察到 或者说用这个宏观的语言说 叫perceive 就是我感知一个 就像微观里面那个价格一样 消费者到市场上去 对不对?他要感知到那个价格 如果说他感知价格 跟最后的均衡价格不一样 比方说他感知价格太高了 对不对?他可能需求太多 或者说他 那就会导致他需求太少 或者他供给太多 就是他就会调节他的感知 对不对?指到他什么 他的感知跟真实的 或者均衡价格一致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均衡 对,这里面类似 但是这里面有game概念 什么?就是说消费者他感知一个价格 感知政府的税收政策和这个 债务政策 对,在感知这些东西 他感知到这些东西以后怎么样 他做他的最优决策 而政府呢 他理解到消费者会对他的任何行为 做一个最优的反馈 那政府就怎么样呢?政府就选择 他的政策最大化社会福利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Ramsey问题 同时这里面的话 所谓的Ramsey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 我的T等于顶的时候我自定一个政策 我之后我就不愿 前面我们讲time inconsistent 所以说的话 你说的话你就 你就怎么样 你就relax这个 assumption 你这假设说T大于顶的时候的话 你如果说给政府一个机会去改变他的 或者说重新调整他的政策 比方说中国说的话 就是说我一五计划二五计划 现在说十四五 对,那就是说那在一五计划 这个政策到现在的话 肯定就并不是最优的 而我们这里面什么是考虑 就是说我在一五计划的话 就把未来两百年的计划 全部都已经执行了 这是一个 对这个经济问题的一个参考 好,那好 那我们看 首先看竞争均衡 这个竞争均衡是在给定价格和给定 给定价格和给定政府政策 中央的竞争均衡 但是行为是怎么样子 厂商他的问题的话 基本是一个静态的 那你就是说这个 他需求 他对资本的需求 达到一个什么点呢 达到一个点 使得编辑报酬等于编辑成本 对劳动的需求 编辑报酬等于编辑成本 好 那对于消负者而言的话 他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 真正关心的是 这个税后的回报 关于资本的税后的回报 关于劳动的税后的回报 因为他有些实际的模型之间的话 我们通常会写个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是表示什么 这表示说你资本的depreciation 就是资本折旧 然后他是可以减税的 这个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细节 这个不是问题的要害 然后如果说我们定义这个东西 这个相当于是说什么 那个净折线 因为你这个1除以1加2就相当于是 折线一次 对吧 同时 持有多少资本 这是为下一期持有资本 他买多少政府贷券 这是他的税后的劳动收入 税后的 这税后的资本收入 对 这只是什么 这是指的下一个期间 下一个期间 对 然后我们做了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把下一期的话 就左右同时两边出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在什么呢 目的在于 我们可以 把很多东西 像比如说这个 跟这个 全部消掉了 你把这个消掉以后的话 那你消费者就得到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消费者的 怎么样 消费者的 Lifetime budget constraint 注意啊 这个怎么来的 就是把这个 消掉以后 那你左边就剩下了一系列的C 然后加上 加上 对这个 这个前面全部消掉了 对不对 那你就 左边一系列C 加上 嗯 这个东西吧 对 然后这个东西 OK 然后但是你零期的时候的话 你就有一个B 然后这边到最后 这个往下走的话 你要一个 啊 transfercial condition 就是说这个东西到最后的禁止 就能令你零的 就导致 就得到这个东西了 啊 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理解是说什么 就是说你看 你把这个东西移到右边去 这是什么 这是你呢 初始的禀符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这左边什么呢 是你所有的消费 同时你把这个W移到右边去 那就是什么 你的总的禀符是什么 是 1加上R0 乘以K0 加上B0 加上RT 乘以W bar 乘以LT 这是你总的禀符 这总的禀符 两部分 一部分是你初始的 对 第二部分是什么 第二部分是你 持续的提供你的劳动 那有个同学问呢 你这后来的KT到哪去了呢 你这个KT 有没有就是说 他逐渐逐渐转换在生产的那边去了 你买新的 买新的 折先救了 就全部抵消了 这个是 就是从资本来讲 这是你的真正的 LIFT 引导门 因为你后面所有东西 都是从这两个东西出来的 这是消费者的问题 然后我们这里面的话 就同样写一个 Lagrangian 那这样的话 一级条件 只有这两个一级条件 这两个一级条件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F被消掉 然后这个F消掉以后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这两个式子 这个式子 和这个式子 这个我们前面见到过 对不对 这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说 这个闲暇和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 要等于它的什么呢 它的闲暇的边际价格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就是正常LIFT 是你跨期替代 OK 好 然后这里同样我们有一个 Market Clearing 对 这是每一期 这是什么 这整个商品的出行 对 你这是你产出的 这是你从上一期积累下来的资本 对不对 好 好 那你这里什么呢 就是说你有 用于消费 用于 公共品质出 和 新的 资本 这里面的话 细心同意应该知道 这里面什么 这里面我们假设Delta等于0 一般的模型的话 这里面有个1-Delta 这里面就是说 简化了Delta等于0 好 这是竞争俊衡 所以主要是这两个东西 刻画了消费者的行为 好 那我们看政府 首先政府的话 它有它的预算业数 这是一期每期的预算业数 左边是什么样的 左边是它的税收 这是税收率 这是税基 对不对 税收率 税基 对 然后 这个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简化 简单的现行转换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 R 是 是就是MAR 就是资本的编辑报酬 而Delta是税货的编辑报酬 所以是这么简化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们从第一个等式到第二个等式 就利用了什么东西的 利用了这里面就要说一下欧拉方程 那这个欧拉方程说是 是关于厂商的一加欧拉方程 是什么简单说 就是FK 乘以K 加上 FN 乘以N 这个什么 这个FK 就T.R 这个FN 就T.R W 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就必须等于A 但是因为我们有 叫Concent Return to Scale 是吧 这个 用这个生产函数特性决定的 也就是什么 就是所有 你所有生产的东西 最后就怎么样 就被 对资本的支出 和对劳动支出所耗尽了 所以你没有 你有零利润 你所有的产出 都以 以一种支出的形式 付给了 要素拥有者 那好 那基于这个问题的话 基于前面这里刻画的话 我们就 看一下 Ramsey问题 Ramsey 这个问题怎么写的 好 这个政府的话 他跟消费者 有一个 同样的 一个目标函数 这是最大化社会福利 对 然后但是作为政府的话 他要有 如下的一些 预算业数 这哪些预算业数呢 第一 这是他的 每一期的预算业数 这就是 用这个东西来的 这到这里来的 对不对 哦 不好意思啊 这个东西只是告诉你的政府的 very new 然后这个就是告诉你 就是说政府的预算业数 这个是你的very new 加上我会发新债 这我的tax revenue 加上我发的新债 用来支付我的旧债 和我的政府支出 所以说这个是政府的budget constraint 这是第一个 这个是市场初心 这叫resource constraint 二十一 那这后面这两个是什么呢 这后面两个什么 这后面两个是 政府 政府 他必须要考虑到消费者 消费者 会对他的政策做一个最优的反馈 所以说这两个constraint 必须要进入政府的问题 哎 最后这个跟我们前面讲那个prime approach 有一点点不同 等会我们会重新看一下这个prime approach怎么弄 是吧 但是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说政府 也就是Ramsey政府 在解他的问题的时候 他要考虑到 尤其是这两个 考虑到他的行为 怎么影响他的对手 而这里的对手就是消费者 OK 这是Ramsey 好 我们可以对这个Ramsey问题进行 嗯 进行 分析 对吧 然后的话 对那个一阶条件 因为 这里面一阶条件的话 主要是针对这个capital的一阶条件 在这个slide这边 好 最后的话 就得到了这么个东西 我们看这个 从哪一来 我们先倒过去 c的 是在这里面 在这个东西 啊 这里面呢 kt加1 都分别出来 这里面 kt加1出现过 对吧 嗯 我看看kt加1 还是哪里出现过 对 这个kt加1 在下一次这样出现过 对不对 这kt加1 好 那你所以说你看吧 这个theta t 这个是ksi t加1 ok 好 然后呢 我们 首先 假设这个经济有稳态 稳态是什么样子呢 所有的变量 不变了 包括theta 包括这个ksi 包括这个k 所有东西不变 好 对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这么个式子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式子 我们倒过去 好吧 这个式子 是从这里来的 消费者的 一届条件 对吧 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欧拉方程 对不对 应该欧拉方程 就是uc等于beta 1 加上r 简直delta uc plus 因为你的稳态 所以这个跟这个抵消了 就变成这个了 注意啊 这个是 不好意思 注意啊 这个式子 是什么呀 是政府的问题 对kt加1 哦 不 这个 这个是对kt加1 求的意见条件 然后这个到这里来了 这个是消费者 他的自由行为刻画的 关于kt加1 这个和 这个equation 刻画的消费者 他对kt加1的 自由行为的一个表现 好 在稳态的时候 这两个式子都要满足 那这两个式子都要满足的话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数学推导 那就是简单的就是代数了 就会得到这个式子 但是注意 所以θ和可塞 这两个东西都是大于等于0的 应该说一般情况是严格大于0的 OK 那么 唯一的可能性 这个等式成立的唯一的可能性是怎么样 R等于RT 而R和RT的区别是什么 R是MPK T二是什么呢 E就是党T 乘以MPK 那这说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稳态的时候 Tau K T 等于0 Zero capital tax 好 那么接着来 我们可以什么 刚才说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Prime approach 这个Prime approach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写一个 Implementability constraint 而这个Implementability constraint 简单说什么 简单是说 我们前面是什么写的 是写政府的话 有一个目标函数 他约 他然后呢 要 有一个预算业组级 就拿几个 一个是自己的budget constraint 第二个是resource constraint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消费者的optimality constraint 怎么理解这个optimality constraint呢 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政府做的任何决策 消费者都会 有一个最优的response 那这个最优的response 就是有这个optimality constraint like what 所以什么就是政府的话 是理性的 政府呢 也是同时也是strategic的 我明白我的任何一个一举一动 都会影响你的行为 所以说我做我的决策的时候 我要考虑到你 怎么样对我的一举一动做反馈 所以前面说把这三个东西 分别的作为constrained 而这个primary approach 就是把这三个东西揉在一起 怎么揉在一起呢 这个resource constraint 放在budget constraint里面很容易 对吧 那什么的现役情况 你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optimality constraint 把这个budget constraint里面tax 把个去掉 价格给去掉 最后我们就得到这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跟我们上一个模型里面看到的东西 非常非常类似 好 搞完了以后 那我们就得到了 这么 两个constrained 同样 同样 我们对它进行求一届的 这里只是说把那个定义一下 这是便于后面的分析 这些技术细节 我就跳过去 同学们回去之后自己仔细推导一下 好 那么就有一届条件 这里一届条件 是关于 如下这些东西的 C L K G OK 然后好 有些同学就会好 就会好奇啊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 重要在前面讲消费者的问题 但是20的话 你看我们前面讲 那个 Lukas Stoke 模型说的话 政府的话 它有能力 它也有这个incentive 去manipulate 那个20 这里面20 跟前面那个20 就有点类似 好 我们现在的 关注的焦点 还是capital tax 我们通过这个 我们同样也 也会得到一个结论 这是什么呢 capital tax tax 为零 从长期 但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这里面 得到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结论 就是tax 对于初始的资本的tax 會很高 OK 高到什么程度 很大程度 它依赖于你最初的b0 好 那我们看这个怎么样 得到的结论 第一 我们还是看 稳带 所以这稳带 最后的话 同样 我们得到了tax k等于0 这里我就不 细展开了 这里面的话 所有的推导的话 还是比较直观的 我想讲一讲 OK 那个我不讲了 现在就是讲一讲 那个什么呢 讲一讲关于 对初始资本的税收 会是什么样子 OK 这个 如果说我们对它进行 仔细分析的话 就会发现在零期的时候的话 有单独的这么一下 OK 而这个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 这前面的话 那个预算约束 就是那个implementability constraint 这个零期的时候 跟后面的 这个我们把它单独拿出来 好 我们把这个写成这个样子的以后的话 那我们就发现什么问题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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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Lagrangian 是 关于Taukeling 是什么 是线性的 不仅如此 而你发现什么呢 Taukeling 越大 这个整个Lagrangian值 越大 OK 然后 这个 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很想 就是你肯定不能 这个东西是 无限制代理 什么时候的话 你在 就 不进一步 调节你的 这个 Tax 一直要到什么时候 一直要到 Lambda等于零的时候 如果我说 Lambda等于零了 那你这个 再进一步 增加 初始的资本税 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OK 那现在问题是 Lambda等于零 是什么意思 Lambda等于零 也就 表示什么 表示 那就回到前面的 这个implementability contract 我们在这里呢 Lambda等于零了 那就表示 这个 这个东西 是大于零 OK 而这个东西 大于零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B 调到右边去 OK 那就表示什么呢 B 要足够足够小 而B 小于零那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B小于零就表示什么 表示政府 政府 有足够多的资产 他的资产 多到 他不需要收任何税 OK 他只要用他的 利息 他就可以支付未来所有的税 就是这个意思 那好 那又是什么呢 那又再回到这里面来 回到这个事情 那这个时候什么呢 就是说我作为政府的话 我要就是 我最开始的时候的话 我把 这个东西的话 收到最大 大到 大到就是什么 大到 我从后面以后的话 我那所有的话 这个implement 的BD constraint的话 就是正的 或者说不 没有bind 或者说什么 就是我一开始的话 我有足够多的B点 但这个东西其实是等价 什么就是我在零期的时候的话 OK 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 使得 B1 也就是 或者B0B 都是 其实一样理解 足够 足够付 也表示什么 就是说我 积累了足够多的资产 然后这个资产 到 多到一个什么程度 多到 可以完全用来支付我未来的税收 那到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 对整个经济扭曲 就 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 但是我们就想 为什么这个Ramsey政府 他会选择 对T等于零售的capital 有这么变好 为什么他会选择 对T等于零售capital 收这么高的税 而又对这个T等于零售capital 这时候的capital收这么高的税 为什么会 无限制的提高 整个社会福利 当然了 这个无限制是有限制的 就是说 只要就是说 一旦到底就是说 你额外的税的话 已经 已经 就是 这个你的税收到 你已经把你的这个 implementability concern的话 已经完全 干掉了说的话 你就不需要再说了 那现在问题是说 为什么他这么中心于 T等于零售的资本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 涉及到 资本的一个特性 这个资本 资本呢 尤其是说 已经存在的资本 它是sunken 什么叫sunken 就是说这个资本已经存在了 如果说 你 已经存在了 它就implement 就是说它的弹性 是等于零的 怎么理解这个零呢 就是说我已经有什么资本的厂房都在 对 政府收我税 我不可能说把这个厂房 给管掉 把这个机器给砸了 那样的话 是不 就是完全是不符合经济 不符合经济 就是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 对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在了 我已经把它建立起来了 对 你收税 对我 不会影响我的任何的弹性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 正是因为这个初始资本的 这某个特性 才导致 Ramsey政府 他会选择 对T等于零器 也就是初始的资本 会收这么个多的税 他收了税以后的话 他就会积累资本 积累资本 就会利用这个资本的 利息来支付未来的公共支出 这样降低对未来的扭曲 那很显然 这里面就有跟前面 一个类似的一个 time in consistency问题 对 我们现在说的是Ramsey政府 他在T等于零的时候 他T等于零基本上就是说 他说好 那我在T等于零的时候的话 我tax rate 足够高 高到B1足够付 对不对 那B1足够付的话 那未来的话就是说 我有足够多的资产 这个资产的利率 足够支付未来的政府支出 OK 那这样的话 从T到1去以后 那所有的税周就等于零了 OK 这个是Ramsey 但是问题是你想想哈 你到T到1的时候 你如果说让这个T等于1的政府 做同样的决策的话 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很显然他也说啊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个同样的事情 因为什么呢 所以T等于1的是委员 那这个时候K1 对2的话 也是没有任何弹性的 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大量收税 对吧 然后我也怎么样呢 我也尽量就是说 激烈足够的资产 这样未来的话 这个税收是没有 就是没有对未来的话 没有扭曲的 OK 这是一个同样的一个 time is consistent的问题 对 好 好 最后的话我再讲一个 这个taxation 这个taxation的话 是对中间品的一个税收问题 然后对这个 通过这个对中间品的税收问题 进行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 为什么资本税在长期是零的 那这里的话我们是考虑 简单说应该是考虑一个静态模型 然后这里面跟前面模型区别在什么 这里面有两种企业 一种企业是生产的 就是最终产品 比方说消费品 另外一个企业生产什么 是中间产品 比方说它生产的这个 零配件 或者说原材料 比方生产钢铁 甚至零配件 包括说那个CPU 芯片 这些东西 最终产品 比方说那个装配手机 或者食物 对不对 或者甚至说娱乐业 最终产品 这两种 然后呢我们简化了生产 说什么这两种商品的话 两种企业的话 它都只使用Labor 而且同时的话 它那个生产还是要都是 线性的 然后跟前面呢 在跟休息之前 就上个slide看的类似 我们假设house 说它每期的话 它有一个单位的时间 好这里面把所有的notation放在这里 消费是C 闲暇是X 政府支出是G 最终品生产是Y 中间品是Z 劳动在 最终品上面是L1 在中间品上的L2 工资那么就等于1了 那为什么这个是现行生产 对 我们说 中最终品的话 价格P 中间产品的价格是Q 然后的话 对最终品的话 税收是淘C 对中间品税收是淘C 这是所有notation 那么我们看 同样我们分两个种 这也是一个game 对 先看竞争均衡 这个竞争均衡是在给定 TaoC TaoZ 和P的情况下 那么看三个 在竞争均衡的话有三块 第一是消费者 消费者最大化他的福利 他要满足他的预算元素 这是他的种的 劳动工具 对不对 注意一下这个东西 等于L1 加上 L2 应该是这样 对应该是这样 好 那么看的话这有没有个 一届条件 消费者在C和L之间 的替代 要等于什么 等于他的那个 编辑成本 或者编辑价格 然后同样 我们可把这个的话 就转换成了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政府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好 OK 注意我们是把这个 这个约束放到这边来了 所以变成这个这个约束 好 然后看 生产方 先看 最终品 最终品 最终品是吧 他选择这个 AX Z 这是他的中间品产量 L 不好意思啊 这个AX应该不应该在这里面 这个AX应该是L1 好 这个是价格 乘以他的产出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中间品 这是中间品的价格 因为政府收了个税 这个是劳动供给 乘以1 同样我们有一届条件 那么对于厂商人的话 他就选择什么 选择 选择Z和L 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要素 选择Z和L 这叫marginal rate of transformation 这两种不同的要素 他的 就是编辑的 技术转移 等于他那个什么编辑成本 这是相对成本 这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是 Z相对L的 价格 这个是什么 是Z相对L的 回报 是吧 他就是编辑回报等于编辑成本 好 这我看第三个 第三个部分 intermediate格子 就是中间屏 这个intermediate格子 就是说这是他价格 这是他产出 这是他的投入 那同样有一届条件 同样一届条件的话 类似 对 这个是他的 左边是他的 marginal rate of transformation 右边是价格 OK 那好 那还有呢 这里面什么 还有市场出金 这个是 final格子 中间 就是最终品 这个是 intermediate格子 这是产出 这个是什么需求 因为这个走到了什么 走到这里面来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劳动力市场 这两个sector 就是总格子数 这个是竞争均衡 你看这里面竞争均衡的话 是什么 这里面有 有tao c 有tao z 有p 有q 比如 那好 Ramsey问题 那Ramsey问题 那怎么弄呢 那是什么 我有一个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 但是要满足什么东西呢 满足 这是什么 这是从消费的implementation constraint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还要什么东西呢 还要满足 这是什么 这个是 final格子的 market clearing 这个中间 商品的market clearing 那这是三个月数 那当然这个时候有什么 就好奇了 那我们前面在讲的 这些东西到哪里去了 这不是最有一些条件吗 还有这个东西到哪里去了 这个为什么还没有放进去 答案在哪里呢 答案在 当我们对这个问题 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求它的 一届条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F 对L求的 F对G求的 G对L求的 全部出现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会用到前面 对厂商的 最有行为的分析 你就会把这个东西 全部给替代进来 好 那我们这是对C 一对L 和对D 进行分别进行 求一届条件 OK 那么根据这一届条件 首先我们2和3 也就是这两个加在一起 OK 那就得到了这个东西 这是两个不同的厂商之间的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把4 跟这个加在一起 我们就得到这个东西了 但是所以这个 这个1除以G' 跟这个东西是相等的 对不对 我看看是从哪里来的 Firm 这两个份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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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一个Firm Q 除以降提降 对 不好意思 这个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就是你这个是 这个式子 是从 从这里来的 到这里来的 这个式子是我们 是什么 是前面的 Firm的行为来的 好吧 那这两个 两个加在一起的话 就 意味着 这个问题 但是注意 好 我们再看前面看 有个式子 1加那个Firm 嗯 在哪里 1加那个Firm 这里Tao Z 对 哦对 就是我再说一下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是什么 是跟 是Ramsey政府的 一阶条件 推导出来了 而这个式子 是什么呢 是厂商的 一阶条件 推导出来了 OK 然后的话 这两个东西的话 然后的话 你这个式子的话 这也是厂商的 一阶条件推导出来 你看前面 1加那Q 在这里面 对吧 OK 那 那你就 这三个式子在一起 可以这三个式子 再加在一起 那就意味着什么Q 就等于Q 乘以1加上Tao Z 那又隐含了什么呢 隐含了Tao Z等于0 那这里面就说什么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 说中间品 我们对中间品的 对中间品的税收 Tao Z 对中间品的税收 要等于0 OK 那好 那我们现在要理解一下 这个中间品的 对中间品收税 为什么等于0 同时说这个中间品的税收等于0 又跟资本税 Tao K 等于0 什么关系 这里面首先 资本 它就是一种中间商品 对不对 因为你想想的话 你这个资本是用来什么 用来生产最终品的 资本的话 也有一个生产过程 因为什么 你每期一个积累过程 是吧 所以说资本等于0 跟中间产品等于0 是类似的 而中间产品 为什么 不要对中间产品收税 问题在什么呢 问题在于中间产品的话 你对它收税的话 实际上就是说 你会重复收 所以说你对它的distortion的话 会通过生产过程进行放大 因为你对它收过一次税 然后它作为一个input 它在生产最终产品的时候的话 即使它又再收一次税 或者它会影响这个 最终品的生产 所以说它那个data 的distortion的话 是一个permanent distortion 这是这个节目 那行 这个模型基本的讲完了 我们这个寒假的这个课程的话 就到此结束 好吧